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真的是有非常大的難度啊 想必大家也知道 因為這一組呢 零件很少 200片而已 而且有些是很小一顆 連一朵花也算一片 其實我覺得零件少到不是什麼特別的重點 因為我們如果要去做任何的東西 大家聽過樂高的應該都知道 就是我們要做任何的房子 或是 因為我在講話 就是我們要做任何的房子或是任何東西 它下面一定要有一個基座 不然就是樂高給你一個超大片的底板 因為這是蓋樂高的基礎 那上次呢 我們已經解決了線的問題 我們找到了一個非常好故意 CREEPY的解決方案 我們用了小人的下半身 我們現在的主要構想呢 我們不希望它是兩個分開來的東西 因為總覺得分開來擺在一起 那它就不會是所謂的二合一 那我們就開工 製作過程不出意料 又遇到了新的問題 就是 不是 喔 我 好 可以 好 就是呢 我 好 零件真的不足 對 上次我們只需要做一個充電座 但是這次呢要有兩個 只有一個的情況之下 我們可以不用考慮到 有沒有另外一個的問題 這不是廢話 就是零件不足 然後我們就突然覺得 上一次做的充電座 本來已經覺得很極限 但能不能說更少 保留多一點給Apple Watch 保留多一點來做Apple Watch 好 你現在把你這句話精簡一點 好 我剛剛講的時候 那最後出來的成品呢 就是 新設計 這次在不影響 這次在不影響原本設計核心的思路之下呢 我們成功的將它簡化 好 之前我們上一個作品 用了大量的底板 那這些東西剛好都是另外一個充電座非常需要的 就是Apple Watch 那這次我們就把底板的部分完全的減少 都用大範圍的 磚塊 對 大塊的 去減少它 零件使用的 數量 好 那最後出來的成品呢 連我們自己都蠻驚訝的 大概打了六折吧 對啊 那我們已經成功的將第一個縮小了 那我們現在可以開始 用剩下的零件來製作 有第二個 在妥善的資源分配下呢 我們用剩下來的平板零件 成功的做出了第二款 屬於Apple Watch的充電座 那Apple Watch呢 它的頭 比較大 所以我們沒有像 要固定這個小小的 iPhone的充電頭 這邊我們就用了另外一些巧思 因為它這個輪廓是圓形的嘛 那我們在這邊做了一個斜槽 能很堅固的 卡在上面 那這個造型整體來看呢 我甚至比這個iPhone的還要小巧 我覺得還蠻喜歡的啦 單獨要很簡約用也可以 就這麼小一個 悲慘的一件事情呢 是我們的小人完全沒有下半身了 因為他們的下半身真的太好用了 所有iPhone規格的線呢 都能跟這個小人 底下的連接 剛好卡到 對 剛好卡進去 非常的完美 所以我們接下來的造型可能 不會有人物 或者是人物會用更奇怪的方式出現 接下來我們就把剩下的零件 想辦法拼出 美化它 對啊 再度變成一個建築 沒錯 經過上次的經驗 這次很快就完成 變成大家現在看到的這樣 然後我們維持了上次的設計 就是單獨可以把手機桌 跟Apple Watch的空間桌 拿下來 換你 有說話啊 這次呢我們就放棄了把角色放在裡面 相對於我們 讓這個人變成他的招牌的一部分 像一個熱筒店 對 像一個熱筒店 他拿著鍋子跟 杯子 然後頭上點了一個熱筒 熱筒 我們單純只是覺得這樣很可愛 對 他變的就是一個活體招牌 活體招牌聽起來好色喔 他變成一個人型招牌好不好 那這次呢我們的配置是這樣的 我們的Apple Watch可以放在上面 因為我們總覺得時鐘放在旁邊 感覺怪怪的 時鐘通常的話會在一個建築物的頂端 或者是在他的 顯眼的地方 對 會比較高啊 方便大家去辨識 那我們的扛放呢 一樣放在旁邊 而且這樣插上手機的時候 比較平衡一點 就不會太高 沒錯 然後還有Apple Watch 可愛吧 這是節目嗎 卡在這裡可愛吧 然後就沒了 原本的構想啊 就是 我們不想讓房子有任何脫移出來的部位 然後 就是可以把它組合在一起 但是發現這樣其實有點難 最後 我們像限時妥協啦 我們只好讓房子 這邊多出了一片 可以用來安裝 充電座的地方 充電座是燒出地板一點點 沒錯 問了一個好問題 問了一個好問題 對喔 我們鏡頭後面一直有人 好 對啊 我們這邊 的確是超出了地板一點 好 關於這個問題呢 是 我以為你要說 下一集我們 我專門做影片給大家講解 是因為呢 如果把它裝得太靠近 手機會歪掉 好 就是因為它寬度的問題 把它歪歪 那不夠在底下補喔 不夠 喔 那不夠在底下再把它填起來 實在是沒有辦法耶 因為 不夠了喔 因為它這個真的已經 被我們運到極限了 它現在底下呢 都是處於一個非常緊繃的狀態 那如果 如果我們再讓它多一點出來的話 喔我懂你的意思 這樣比較好吧 可是 它這樣子的話就會變成 它只固定到一個點 這樣還好吧 因為它都放在桌上 嗯 好啦 如果各位觀眾喜歡的話 你們可以自行回去調整 但是 因為它現在這個露出來 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它是基礎 所以呢 如果把這一片固定在這邊 它會縮進去 那固定出來的話呢 中間又有一個凹陷 好像也沒什麼 不行 我覺得這樣比較合理耶 因為這裡是 這一面是完等的 嗯 我覺得好像也可以 對啊 那你把手機有時候會不會整片放掉 應該是不會 不會 絕對不會 因為它如果抵壓在這裡 啊 好吧 會 好爛喔 哪一個就掉一塊 爛死了 根本就不可行的東西 哈哈哈哈哈哈 一直爛掉 哈哈哈哈 越拍臉越好 幹 幹 欸這段有錄到啊 有啊 不行不行不行 好 啊 啊 啊 哈哈哈哈 說實話啦 我們覺得它很可愛 然後 真的很可愛 想不到要錄什麼了 所以 它就是一個熱狗店 可以充Apple Watch 也可以放iPhone出機 謝謝大家 好接 上一次iPhone底座呢 我們就做了兩個額外的版本 好 我們原本就是以街景下去做考量的 我們只想說要做很多很多的房子 它擺在一起的話可能會很好看 但是呢 在做的時候我們完全沒有想到 我們到底是在做什麼樣的場所 什麼樣的房子 所以呢做出來的兩個版本 這個 跟這個 好我們完全 沒有概念要怎麼命名它 這個版本呢 因為我們拿去做說明書的時候 就把它拆解掉了 所以沒有拍到它完整的樣子 那我們希望徵求觀眾 來看看這兩個建築物分別像什麼東西 然後我們會選出兩位觀眾 各送他一條蘋果原廠認證的充電線 會直接寄給他 請大家踴躍留言 好 另外呢我們也有想要把這種手作 或是一些跟生活結合的系列呢 做成一個長期的企劃 不僅限於樂高 生活中的各種東西 他們其實都能拿來互相配合在一起 運用巧思呢可以讓幫助 我們花更少的錢嘛 好像也不會 但是總之可以讓你的生活有更多的樂趣啦 如果觀眾有什麼想要我們做的 或他們有什麼想要解決 或他們的奇思妙想 也可以在底下一起留言 然後我們看到之後 我們搞不好就會把它做出來 試著動手 用樂高或是別的東西 再把它做出來 嗯 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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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膠 塑膠喔 哪來塑膠 我也不知道 呵呵 廁所拖鞋 用這個做嗎 可以 勤腦拖鞋 其實都可以啦 總之就是各種奇思妙想 同樣我們也會把收入錄放在底下 給大家免費下載 那關於這一個 還有這個 我們會再選出適合的名稱之後呢 同樣也上架在一樣的地方 歡迎大家這個一個禮拜之後 再回去看看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我是安甄 我是馬克 謝謝大家的觀眾 下個影片見 掰掰